字幕 by 豪宗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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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ID 好今天呢 哇天氣又慘了又下雨 前幾天啊高雄滲大水 很多人在那個大水裡面啊 就是行駛汽車 機車 非常恐怖很危險 網路上都找得到人家自己手機拍的小短片 那今天呢 也是一樣有下雨 我們趁著雨勢比較小 現在要出門了 去幫老爸買他的補給品 那今天要幫他買漱口水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正常的吞咽的情況下 他的嘴巴比較需要去用漱口水 保持他口腔內的清潔 順便關心一下 他最近有沒有什麼狀況 讓老爸入境一下 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趕緊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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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啊 有啦 剛才出的 沒有人 沒有東西 有啦我母親軍用欸 放人噴霧欸 好 謝謝 這樣拍會很黑嗎 還好 那個來啊就是 老爸平常在裡面 也不太會一直講話 因為他們大家都很忙 所以來大部分我們話會比較少 可能都看到我 好像傻傻的像木頭 站在那邊聽他講話 就是因為要讓他多講話啦 因為他平常在裡面 沒有什麼講話的機會 可能有的觀眾 看這個影片的時候會覺得很辛苦 整個發音啊 聲音聽起來讓你覺得 很不舒服 但我覺得這個 像這樣子的一種家庭紀錄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最好的呈現方式 像爸爸這樣長期照顧的人 甚至有很多觀眾 你們可能都會告訴我說 欸你的爸爸也是曾經長期照顧 後來去當天使 那人都會走到這一步 相對的 某一天哪一年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那對於我來講 做這樣子的一個紀錄就是 未來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回顧 那我們也會知道說 欸這些年來 八九年來 很長的一段時間 大家都可以去想 很可怕 這八九年來的時間 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都在努力的為這個家庭 付出然後去扛起這個責任 也是帶給看的觀眾一種正面的能量 就是讓時下的年輕人 可能觀眾有一些比較年輕人 那你們也可以借盡 去讓自己有這樣子的一個 家庭的責任感 學會讓自己有責任感 那我們先趕緊去五庙拜拜 因為七月份 我們都還是會出去探險工作 所以說 就先趕快過去 就先趕快去 沒有辦法拍得特別的 像以前拍宗教的廟宇這樣 因為現在農曆七月份 廟房其實他們開廟給他拜拜 都是水比較低調 包括連燈都關得比較暗一點 這 我覺得算是應該是 對七月份 這些好兄弟的一種 彼此的尊重 就他們放了一個暑假 我猜測是這樣 那現在還蠻早的 我猜測現在幾點 7.44 對啊才7點多而已 正常這邊 排樓會整個很亮 現在就是關案的 所以 我們現在先 找個地方吃 李仁說今天要帶有去吃一間 在五庙這邊 他覺得不錯吃的 那這廣交應啊 我都吃到很飽啊 一百塊左右吧 一百塊左右吧 谢谢观看